市民很快有機會乘新船了 政府早前宣布推出船隻資助計劃 全數資助更換10條離島杜輪航線的船 計劃第一階段首3艘新船已經到埠 只要見到政府資助計劃這個標誌 就不會認錯了 越來越多市民喜歡帶寵物出行 其中這首有500個座位 新杜輪的新明珠2號特別劃設寵物區 設有獨立排氣系統 可以保持船艙空氣清新 機不離手的市民 上船之後也不用擔心電量不夠 因為部分座位設有手機充電裝置 而為了顧及媽媽衛部母雨的需要 船裡面也有暴雨區 無障礙洗手間當然也不少得了 另一道部的新船是港九小輪的港九1號 船艙中除了行李架、暴雨區和寵物區 船尾也有單車架 照顧不同乘客的需要 新船無論在設計和建造的過程 用料和配備方面都採用了淡新的技術 令到新船可以更加經久內容 新船的設計更加符合環保的原則 採用鋁合金或者限纖維這些輕質的物料建造 盡量減輕船身的重量 亦使用符合國際海市組織最高的第三級別標準的環保引擎 減低限量化物的排泡 計劃第一階段六條航線共22艘新船陸續抵港 其中三艘已經到埋的新船 今年3月起會陸續在中環往來長洲、中環往來煤窩 和中環往來平洲的喉線服務